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子成功被洗脑 从此以后他把交美人税当成了一种可以炫耀的资本 20%的高税收仿佛是对他美貌的赞美 也使他成为了公司对外宣称的脸面 客户也对他20%的美人税另眼相看 直到有一天 公司来了一名要交25%美人税的秘书 爱子十分震惊 他觉得自己第一美人的地位受到了挑战 开始对自己进行了一系列减肥瘦身 美容护肤 终于在扫描机器时得到了30%的美人税 正在爱子高兴的时候 却发现那位美人秘书整容成了一个丑女 原来他的未婚夫因为高傲的美人税将他抛弃 他因为自己的美貌难过不已 竟然跑去整成了丑八怪 不久 公司因为承担不起爱子高傲的美人税将他辞退了 如今美貌已经成为了一大负担 很多美女为了逃税开始使用各种伴丑的道具 把自己打扮成丑女 宅在家里的爱子又得到了一个恶好 他的母亲去世了 虽然给他留下了一笔遗产 但母女二人都是超级美女 所以美女税也成倍增加 律师计算的结果 竟然需要爱子补交十万元的美人税 一周莫展的爱子晚上来到了一出酒吧 一个帅哥得知了他的难处 便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可以用伴丑的方式逃避税收 于是爱子在帅哥那儿买了很多道具 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丑女 果然他在去扫描机器鉴定时 连一分美女税都不用交了 他不仅领到了妈妈的遗产 还赢得了帅哥的追求 就在他沉浸在幸福中时 却被警察以偷睡的名义抓进了监狱 这时爱子才知道 那名帅哥只是一个骗财骗色的大骗子 爱子在监狱中结识了一个狱友 在他的教诲下 他意识到了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内心的美丽 外表的漂亮也不过转瞬即逝 不久爱子就出狱了 他走出监狱 感受了外边自由的空气 决定从这一刻起 做一个内心美丽的人 他遇到一个小女孩 为了掉落的冰淇淋哭泣 于是给小女孩买了一个新的冰淇淋 可小女孩竟然说她是丑八怪 怕吃了她的冰淇淋也变成丑八怪 爱子来到扫描机器那里 机器也鉴定她不是美女 就在爱子疑惑不解时 他看见电视里的画面 曾经随处可见的丑女 现在竟然成了美女的标准 原来在爱子入狱的这段时间 政府为了增加美人税的税收 将人数众多的丑女容貌 规定成了美人的标准 而爱子现在是名副其实的丑八怪了 这个故事来自世界奇妙物语 2016春季片里的美人税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儿 喜欢我的亲 不要忘记关注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